高雄是民進黨的主要票倉 而在宣傳上面 國民黨高雄市競選總部主委黃仁皇表示 其中一個困難是爭取老人家票員 這一點是很大的困難 他說在高雄競選總部設立了緊急應變小組 方便隨時改變策略 我們在競選總部是有這種應變小組 這種應變小組是請一些專家來做顧問的工作 萬一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就讓他們知道 然後怎麼樣來改善 怎麼樣來應對 到時候策略就會出來 他又說國民黨候選副總統吳敦儀曾出任高雄市長 對國民黨在高雄取票有一定的幫助 高雄市約有220萬選民 一向是民進黨的票倉 在上兩屆市長選舉 民進黨陳菊就曾經兩度擊敗國民黨 成為高雄市市長八年 民進黨這八年的經營 是國民黨爭取選票的一大障礙 廣播新聞網記者梁凱寧在台灣高雄報導 我們下次見到 我們下期見到